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就继续 接着上一次的学习 结束的地方再继续学习 上次我们讲完了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第四 忏悔业障 我们今天接着讲了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当中的第五 叫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是第五条 这个我先把三藏法术当中的 第五随喜功德的这段解释 先念一遍 五 随喜功德 为 佛从出发心 不惜生命 舍头目 随脑 修诸苦行 以致 成道灭度 所有功德 乃至 六曲四声 声闻辟之佛 一切菩萨等 种种所有 诸善功德 我觉 我觉 随顺欢喜 故云随喜功德 六曲者 天去 人去 修罗去 恶鬼去 畜生去 地狱去也 四声者 胎生 卵生 失生 化生 也 那么 这一条 讲的是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呢 它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要求我们呢 是 随喜呢 佛的功德 第二部分呢 是要求我们随喜呢 九法界的功德 就从六曲四声 辟之佛 声闻辟之佛 一切菩萨等 应该六加三 这不是正好九界吗 所以呢 它第一个呢 就是要我们 首先随喜 佛的功德 不是说 只随喜佛的功德 别的 九界众生的功德 就不随喜 不是这意思 就十法界众生的功德 我们都要随喜 那么 这当中呢 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 魏 它说什么叫随喜功德呢 讲的就是 魏就是 讲的就是 就是说 佛从初发心 不惜生命 舍头目随脑 修诸苦行 以致成道灭度 所有功德 这是 截止到这儿 以前讲的都是佛的功德 什么时候我们说 称之为你为佛呢 他说从初发心 开始 我们就可以说 你是佛了 那么初发心 就是刚开始发的那个心 那么一个人要成佛 要 要发哪几种心呢 既然有初他就有后 对吧 那么刚开始的初发心 是什么发心 发的是什么心 刚开始 我们看起心论讲 一个人呢 发心成佛 修行成佛 首先呢 我们知道 我们之所以不是佛 我们有两种烦恼 一种呢叫见烦恼 一种呢叫思烦恼 见烦恼呢 就是观点上的错误 认知上的错误 认识上的错误 那么这个见烦恼当中 佛门叫做历史 就是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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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锋利 就像刀子一样 那么思烦恼呢 叫顿史 很 就像刀子一样 很顿 那么这个历史啊 这个见烦恼 你是怎么来的呢 或受邪教 学习邪教 或者有邪师 教育你 你树立的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不正确 叫做见烦恼 见烦恼呢 掌握得快 你上完一堂课 你就可能认知了 但是呢 它去的也快 所以它利 它来的快 去的也快 所以 见烦恼呢 容易断 你学完习了 你知道抽烟不好 上完这堂课 你就知道抽烟不好 就去掉了 就转变过来了 那么 见烦恼当中 我们 作为凡夫 见烦恼呢 又分 见思烦恼 又分成两类 一类呢 叫做戒内 就是六道内的 见思烦恼 一种呢 是界外的 见思烦恼 你看哈 界内 有观点上的错误 有思想上的错误 界外呢 有观点上的错误 也有思想上的错误 所以 凡 见烦恼 跟思烦恼 见思烦恼 分成界内 界外 那么 作为界内的 见烦恼 和界外的 见烦恼 我们先谈见烦恼 界内的见烦恼 有一个值 就是我值 执着有一个我 就是人 我见 有人的这个观点 有人的这个观点 我们说友情 或者说 那么 其实 我们任何一个友情 都是五种东西 因缘合合而一起 形成了我们 这五种东西呢 我们称之为五蕴 色受想行尸 这个五蕴呢 因缘聚合的时候呢 因缘聚备了 它就合成一个我 因缘散掉了 这个五蕴就解开了 这我就没了 五蕴还有吗 五蕴还有 但五蕴合合的 这东西没了 就等于 原来我们是五种东西 凑合在一起 叫做人 五种东西凑合在一起 叫做蟑螂 它是叫友情 色受想行尸 但是这个机缘一进了 这一期的夜暴受尽了 这五种东西就解散了 五种东西解散了 那么这个人就不在了 或者说这个蟑螂就死了 就结束了 那么 我们认为真有蟑螂 我们认为真有人 这是人我见 任何一个友情 都有一个主体 真有蟑螂 真有人 其实是错的 它是五种东西 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灭而散 这是界内的贱烦恼 执着有一个人的我 我们是人嘛 我们就执着有个人的我 那猪呢 它就执着有一个猪 猪我贱 牛呢 有个牛我贱 这友情 这是界内的贱烦恼 正是因为这个贱烦恼 因为你有我贱 对不对 有我贱呢 你就会有我慢 我爱 你就会爱我 因为爱我呢 你就会爱我所有的 那么因为爱我和我所有的 顺之呢 则贪 逆之则称 顺了我就高兴 逆了我就称恨 所以任何贪称呢 是私烦恼 所以私烦恼从哪来呢 是从贱烦恼来产生的 因为你认为有个我 你执着有我以后 我就有我爱 我慢 我恨 那么因为爱我呢 你就记我所 你就想 哎呀 这是我所有的 不仅爱了 我还得爱我所有的 爱我和我所有的以后呢 顺了呢 我就特高兴 我就贪爱 逆了呢 我就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不高兴 所以顺之则贪 逆之则称 就写了贪称之满 所以我们说 界内的贱烦恼 是人我贱 首先要破除人我贱 破除人我贱之后呢 还有什么贱烦恼呢 我们说五贱 人我贱是第一个 或者叫身贱 或者叫人我贱 人我贱破除之后 随之人我贱产生 还有四种随的 随人我贱的观点上的错误 第一叫边贱 比如说断肠 人认为人死了就没了 这是断肱 认为人死了以后还是人 这是肠肱 肠就不变的意思 这叫边贱 在人产生之后边 产生的贱 叫边贱 后边的贱 没有人就没有他 对不对 有了人 那后边还有什么贱 边贱 还有说呢 是两边的意思 要不然落在长这边 要不然落在断这边 反正都是这意思 没有人我贱 就没有边贱 所以人我贱一旦去除了 边贱就不存在了 是这个意思 因为人都没有了 哪有什么断和长啊 我们讲的形容就是人生了以后 人死了以后是什么呀 没有了 那叫断肱 有 叫长肱 现在人都不存在 那么断肱就自然不存在 所以首先要把人我贱去掉 所以体系论里边 专门讲了五种情况的 人我贱 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的叙述 因为时间来不及 那么人我贱去除掉之后 人我贱去除掉之后 下面 贱烦恼完了 就该 修私烦恼了 所以 佛们私烦恼不好修 他顿 他不像贱烦恼那样 你观点上学习通过老师一讲 看书 你马上就能转变过来 私烦恼不是那么容易 我是道理明白 我真的在生活当中落实不了 所以在建烦恼之后 断掉了 观点正确了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修 修什么的 去掉私烦恼 一点一点的断 所以时间特别长 断起来非常的 不容易 顿 顿 那么 断 见私烦恼的私烦恼 我们叫做修行 所以 佛门当中 在修行当中分成两道 一个叫见道 一个叫修道 见道就是为了破见烦恼 修道就是为了破私烦恼 叫二道 那么这个修道 就是我们说 习心论叫分别修行正道向着 那么到底有几种修道呢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说 起码你有一个修 要把界内的四反恼修掉 同时你还得把界外的四反恼修掉 那么 它就是分别 就是我们分析一下 有几种修道 修行正道向着 那么 一共有四种 信 解 行 正 四种 那么你在修这个四道的过程当中 信解 行正 这修道修道位这四个阶位的时候 你存在三次发心 你的修道 你的信 修完了 信成就发心 信成就 信实信 从初信到实信修完了 你发心进入到解行位 信解行正 进入到解行位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称之为佛 信成就发心 光信成就还不行 你还得发了心 这一发心 你就入正定据 永远不退了 佛的种性相应 你有了佛种了 圣因相应 那么 信成就发心 在原教当中 就是出诸 但是 信成就发心 从原教来讲 这一发心 初发心是集成正觉 就是佛 但是我们知道 除了原教之外 还有一个建教 慢慢来 建教当中 也有发心这个阶段 但是建教的发心 那个发心 不是佛 不是法身大事 是什么呢 刚刚断了 界内的剑烦恼 界内的私烦恼还没断 叫初信位菩萨 初信位菩萨 建教只断了 界内的剑或 剑的观点上错误 但是私或还没断 什么时候断 到了七信 他才把私火断掉 所以 建教的出发心 跟 就是实教的出发心 原教的出发心 跟建教的出发心 和全教的出发心 不是一个概念 虽然词是一个 所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 就是 为佛 从出发心 这个出发心 可是原教的 发了心就成佛了 就是我们说的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的 出渡位 从信位 进入到出渡 这一发心 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可以说 法身大事 就是分正即佛 他确确实实证得了佛 证得了真如 只是 他的智慧 没那么圆满 但是他所证的真如 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真如 是不能分各 你说 佛证的真如 跟我 我如果真正 这一份真如 真如不能分 一分两分 你要证 你就全证 你要不证 你就一点都没证 所以 出诸位的菩萨 他证了这一 证的真如 从真如 这一方面来讲 他跟佛的真如 所证的 一点差别没有 但是 正真如的这个 如如智 跟佛的智 差多了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 初一的月亮 是一眼 初十五的月亮 是圆满的 那从你正的 这个一眼月亮 和圆满的月亮 从月亮角度来讲 都是一个月亮 但是 从这个光 可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初一的月亮 只有一眼 而十五的月亮 是圆满的 所以佛的智慧 真的比初诸 要大很多 叫等正觉 叫正便知 那么 初诸位的菩萨 他那个智 从智方面来讲 他比如来要差 但是从他所证的真如来讲 那么没差别 从没差别当中 我们叫做 都叫佛 从有差别来讲 我们有阶位 出诸出行 持诸实行 实回向实地 所以这么 我们说这个 四十一位法身大使 不是从真如这一边说的 从他正德法身这点来讲 法身没有分纪 就没有界限 说这一部分法身 你正德百分之五十的法身 你正德百分之六十的法身 没有 要正就正了 要正就正了 要不正就是没有 那么 所以佛从初发心 就是什么意思呢 原教出诸 从这开始 我们就要随喜他的功德 我们看看他的功德 成佛以后 他有什么功德 就叫讲这一段 那我们怎么随喜啊 我们不知道你当佛 最后 对吧 从你初发心 一直到圆满成就佛了 你这一段 你都干些什么呀 我们随喜你 这不我们得弄清楚 对吧 那么 佛的功德呢 那么 他就说了 不惜生命 这佛呀 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佛 在果地上的这种功德 叫做不惜生命 以身似乎 隔肉未应 这种苦行 法身大事可以修苦行 比如说赐血血经 把血拉出来 血经 弘一大事就曾经拿血血经 印光大事就不同意 他说在凡腹地 不能以法身菩萨的苦行 来作为修行 因为你没有那个功夫 身安则道笼 你这样下去的话 会把身体毁坏 你的道也就修不成了 那怎么办呢 只要一心念佛就行 道成了 自然苦行就不是问题 你道不成 苦行就是问题 所以 不惜生命 舍 怎么叫不惜生命啊 他都干些什么呀 你说他不惜生命 舍头 脑袋切下来 你要脑袋吗 切给你 舍木 你要你要你的眼睛 拿下来给你 舍随 随呀 骨髓 舍脑 脑 随脑 这种 这就是举几个例子 就这么样的苦行 佛就干这个 那么 以致 成道灭度 所有功德 我们都要随喜 那么 这里边 讲苦行 这个概念 我们经常说 苦行 苦行 我们 在这强调 我们在这把苦行的概念 澄清一下 什么叫苦行 苦行 常约 经常 说到苦行的时候 实际上完整的说 叫难行苦行 不容易做 这种苦行太难做了 难行的苦行 为 说的是 敢为 身所难堪 知诸苦行 敢为 身所难堪 知诸 种行 敢于 做 这个位是做 敢为 身所难堪 身体所难忍耐 堪是忍耐 身体所不能忍耐 难以忍耐的 众多的 修行 诸 种行 又为 又是 又讲 又是 艰难之刑法 也非常艰难的刑法 专以苦行为 出离泄脱之道 本属外道 原来这是外道的事 他以苦行的修行 想离 离开 解脱 想获得解脱 但佛教行者 于正法之下 亦需 修习 种种之 难行苦行 那么 苦行原来是外道 外道的苦行 跟佛道的苦行 有什么区别 外道的苦行 跟佛道的苦行 佛道的苦行 叫 佛道叫正法 正法之下的苦行 跟外道的苦行 有什么区别吗 外道的苦行 关键的问题 他认为 由人我 我要修苦行 我要到哪去活着 我要吃什么戒 我要得什么样的解脱 他没放下我 尽管他修苦行 他是在 由我的前提下 修苦行 而佛教的苦行 也有 也修 从事上来讲 没妨碍 也修苦行 但是佛教的苦行 在正法之下 是要破除我剑 你比如 染纸 纸头烧了 这破除我剑 根本就不是我 你有我 他怎么能烧了呢 所以 那么苦行 从事上来讲 可能有些是一样的 但是从 出发点来讲 他修行的目的来讲 佛教的苦行 是要破我剑 而外道的苦行 是要在我剑的基础上 希望我能过得更好 我能得泄脱 那么 我们再接着看 词典上的解释 苦行 即断除肉体欲望 堪忍 诸种 难忍之苦行 主要指印度诸外道 为求生天 而行诸苦行 外道为了求生天 那还是由我 我要升到天上去 那么 而修的苦行 佛教之苦行 称为头脱 凡文 佛教也有苦行 我们说头脱 头脱苦行 那么 一 北本大班涅盘经 载 大盘经 卷 十六载 诸外道之苦行 有什么样的苦行呢 外道 自恶法 恶 头冤复火 头向深渊 或者是扑向火海 自坠高盐 从岩石上坠下来 长翘一角 五热灼身 就全是苦行了 长卧于灰土 金刺 那个金几上有刺 躺在上面 边缘 树叶 鳄草 牛粪等之上 睡在牛粪上 这个大家不必太认真了 我给大家念一念 就是外道的苦行 是怎么个苦法 又有 受持牛戒 狗 鸡 除戒 以灰 涂身 长发 为相等 诸多苦行法 而现今 印度教徒 又有 修此类 惨痛之苦行 以其生天者 今天的印度教 还有修这种苦行 他的目的是要升到天上 世尊 释迦摩尼佛 曾经修过苦行 在正道之前 大家都知道 世尊修苦行六年 日食 一麻一麦 麻就芝麻 麦就是粮食 一麻一麦 老法师解释呢 不是说只吃一粒芝麻 不是说只吃一个麦粒 是饭量很少 很简单 那么 终乃觉悟 苦行非圣道 最后觉悟了 苦行不是圣道 纵受天报 仍在轮回 尽管你可以升到天上 但是你还是要受轮回 没有了脱生死 未得泄脱 故断然终止苦行 非常坚决的就断了苦行 但大家记得是吧 到了恒河边 一个牧羊女 供给她奶 养奶 煮的米 她喝了之后 体力恢复了 在菩提树下 正道了是吧 咱们都知道是故事 故断然终止苦行 然佛本生经 即诸经论所载之 种种勤苦修行 或施舍国成妻子 我说国王 国成给你 舍给你了 或者你想要我的妻子 把妻子也舍给你了 或 绝言语人 把眼砸出来 给别人 或割肉未应 或头身似虎 虎饿了 他把自己喂虎了 或 截头手 头切下来 或 捐髓脑 等 捐髓脑就是相当于 咱们今天得白血病的 患骨髓 像类似这样 那个时候 不知道怎么捐髓脑 现在反正是抽出来 打到病人身体里边 得白血病 血癌 所谓六波罗蜜之行 乃属菩萨 利他大悲之圣行 自不同于 外道无益之苦行 外道的苦行 是没有意义的 不是 是得不到利益的 至后世 佛教中之 不失慈悲等 以佛道为目的 之难行 荒行 均成苦行 为了称佛道 所以你看 佛是门中不舍一发 这苦行是外道 他拿过来 他修 在正法之下 就是为了修成佛道 也可以 所以你看佛的这种包容性 他 佛来到印度 对吧 印度当时有印度教 他们盛行苦行 他把这些东西拿来 是不是就容易接受啊 因为那时候在印度 很普遍修这个 那我拿他也修 我拿他来修 你是不是就容易接近 如果他新来一套 你根本不接受 我就用你的东西 你看我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 说藏传佛教 那么他们 没来到藏地之前 他们有当地的教 本土教 本土教当中有很多 什么 这个 他们的神啊 他们的名字啊 佛教都给他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 然后把 把观音菩萨呀 大使智菩萨 都用他们的名字来 就不叫大使智了 就不叫观音了 那么用他们藏地 当地本地的教 来把佛教的这些东西 给换下来 你就接受了 是不是 你像 美国有国务卿 你说到中国来 什么叫国务卿啊 但中国根本就没这个 观显 你说国务卿 大家觉得 什么叫国务卿 实际上 国务卿 在咱们来看 那就相当于外交部长 美国国务卿 如果说 我们到了美国 我们说 把国务卿改成 外交部长 那美国人干嘛 别扭啊 我们好几百年 就叫国务卿 对不对 你突然 你给我们改成外交部长 他就不习惯 那行了 我们到你这来了 我们就用你的名字 我们把这个换了 那你不是听起来 特亲切吗 所以你看 我们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 做生意 经常 有这个 外国人到我们这来 就是这两国政府的名字 就经常就对不上 这级别 这职务也对不上 所以呢 就造成很大的混淆 到底是 正部级干部啊 还是副部级干部啊 到底是局级干部啊 你看 东京都知事 对吧 就相当于北京市市长 知事 就是市长的意思 这是日本的名字 那我想 如果说我们到日本去 我们管理人叫东京市市长 那就不知道怎么意思了 别扭 所以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讲 佛修苦行 但是苦行 你看 是首先 是法身大事 出发心后修的 出发心后修 那么 所以我们看 在文朝精华录当中 这个 印光大师 给红衣大师 写那封回信 就讲这个苦行 他老人家的看法 他说 次学 血经一事 次学 把血赐出来 血经 且做缓图 你先放了 先别干 缓缓 当先以 一心念佛为药 应当先 先凭着 以一心念佛 把什么当成最重要 不把苦行当成最重要 把一心念佛当成最重要 应当 以一心念佛为药 重要 恐 血耗神衰 我怕呀 血消耗了 神呢 精神呢 就衰竭了 反为障碍 你反而障碍了你自己 身安 而后道路 身体 健康了 是吧 身体 健康 而道路 而后道路 你才能够靠这个身体来 把你的道业 龙呢 就是 大 兴旺 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 道路 在凡腹地 就是讲我们 在凡腹地 不得 不能 以法身大事之苦行 靠 用法身大事的苦行 适则适效 来效法他们 来当成我们的榜样 适则适效 他们这种苦行的法则 我们来效法是不对的 但得一心 法法原位 你只要获得一心了 其实苦行这一法 已经就具备了 何必要修苦行呢 你只要得到一心之后 对吧 所谓成一心之后 你就成佛了 那你这种苦行 那就全有了 所以你看这 这里边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老是落在事项上 要不要苦行 要不要这 要不要好好念佛 念得一心 法法原位 什么法 什么 事出事间 所有的法都具备了 你想当商 你想当做商人 商人这一法有了 你想成佛 佛这一法有了 你想教化众生 众生这法你有了 法法原位 所以印光大师 在他文朝精华录道中说 一心念佛这个法门 就像水银堕地 磕磕结圆 水银堕到地下 散开很多小的水银珠子 每一颗珠子都是圆满的 圆被 就讲的是这个 所以老人家不提倡苦行 在这我们要 要像 要遵从老人家的开示 遵从老人家的开示 那么 这里边有第二概念 就是 以致成道灭度 所有功德 那么 什么叫灭度 灭度 这个 灭度又叫做入灭 灭盘 修道的圣者 形体灭尽 形体没了 入于不生死的泄脱境界 叫做灭度 灭度者 灭生死之因果 度生死之曝流 三界之烦恼 能漂流善品 顾名曝流 灭度者 灭生死之因果 度生死之曝流也 是 是灭 即度 一灭了 你就度过去了 所以灭度是两个概念 灭烦恼 度到彼岸 灭度 那么 从灭度这个概念当中呢 又引述出来一个生死 生死 一共佛门当我们讲 两种生死 一个叫分段生死 一个叫变异生死 只要是生死都苦 分段生死苦 变异生死也苦 所以我们说 我们生活在九法界 九法界就是生死界 不过是六道众生 分段生死 外边三界 生文 圆觉 菩萨 是变异生死 所以我们要把两种生死的不同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 这还是从三藏法术里边查出来的 第一个叫分段生死 分 就是分线 段 就是形段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形段 你是一饼八 我是一饼五 你胖我瘦 你胖我矮 有段 有形段 分呢 就是分线 七十年 讲的是时间 你活二十年 这个分线 为 讲的是六道众生 随其业力所感果报 六道众生随着我们业力 我们有果报吧 有业就得有受果报 这种果报 叫分段生死 那么身则有长有短 有高有矮 命呢 则有腰 有受有腰 受就寿命长 腰就寿命短 而节流转生死 没有一个人不在生死界 在这流转的 顾名分段生死 你看 这个分 就讲的时间长短 有受 有腰 有寿命长 有寿命短 短呢 有高有矮 叫分段生死 时间上 是有长短的 身形上 是有高矮的 身形为之为断 长短呢 腰和瘦呢 为之为分 叫分段生死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时间的 我们的身形是有空间的 那么 这叫分段生死 六道者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天道 人道 修罗道 恶鬼道 出生道 地狱道 都是这样 分段 第二呢 叫变异生死 变异生死呢 因移 果意 因移动了 那么果呢 也就变了 那么他就解释了 名为变异 那么就没有分了 就没有时间的长短了 没有断 没有身形的高矮了 但是呢 还有生死 那这种生死是怎么回事 因变了 果就变了 因变了就果的变了 我们看你比如说你出柱位的因变了 形成了二柱的因 你就变成二柱的果 果位提升了 这个时候 没有时间 也没有呢 分 也没有断 也没有形断 你不能知道 你这出柱菩萨长什么样 是高士矮啊 就没有 那么 名为变异 为生闻原觉菩萨 虽离三界内 分断生死 虽然离开了三界内的分断生死 讲分断生死 一定是欲界色界 无色界 分断 离开了三界内的分断生死 而有方便等土 变异生死 他生活在方便土 这个 这个时报装缘土 等等 他还有这变异生死 如初位为因 后位为果 十信为 初信 为因 后位为果 初信完了 咱就变成二信 二信完了 咱就变成三信 这不老变吗 对不对 那就是初位的菩萨 初信位的菩萨 灭了 二位 二信位的菩萨生了 因变了 果就变了 又后位为因 后后位为果 你看 初位为因 后位为果 又后位为因 你看 初信位的菩萨是因 得到二信位的菩萨 二信位的菩萨是因 得到三信位的菩萨 就这意思 所以初位为因 后位为果 又后位为因 然后后后位为果 就这么重叠下去 以其因已果异 故名便亦生死 就这意思 便亦生死 所以也是苦 那么 我们在这就要讲 这个 所以 他说 要入灭 从 度生死之 瀑流 那么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叫界内 有了界内 又有界外 那么 这个界内 界外 是怎么产生的 对吧 我们说 我们说 我们这每一个众生 都有一颗心 这个心 它有 就这一颗心 它有两种现象 一个叫它的真如现象 一个叫它的生面现象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说这一海水 这一湖水 湖泊 这一湖水 这一湖水 是不是也有两种特性 一个是它的湿性 湿的 它还有一个性 叫做动性 水能动 没有这个湿性的水 有这个动吗 没有 这个动的水 能改变水的湿性吗 改变不了 但是两人真得合在一起 只要水 它就湿 只要水 它就动 分得开吗 不相舍离 那么 有水 是不是自然而然 就有动性 对啊 是不是 只要有水就有动吗 谁能说 这个水 我命令你不动 我能找到一个不动的水 找不到 那么这个水 还有的动性 就是我们说的 无名的种子 水还有动性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 有无名的种子一样 种子没起现形 水是净的 这种子一旦起了现形 我们就产生了什么呢 我们的意识 八种石 那么水呢 它有动性 你不招它 这个动性 就埋在水里边 成为动性的种子 一旦有风 这个动性的种子 就现行了 就活跃起来了 就变成真的动了 它不再出在 种子状态 这时候就产生了水波 我们的心也一样 心 它有真如性 同时我们的心 还有无名性 这无名性 在种子状态下的时候 不起现形 心是平静的 一旦有无名风一吹 这个心就产生了 时浪 一时的波浪 那么这个一时的波浪 可就有生有灭了 你看风来了 我就起 风灭了 我就平了 对不对 你不能说它没有生灭吧 就和水一样 你风一停了 我水就平静了 你风一来 我就起灭 对不对 那么 所以 我们的心 就和水一样 有生灭 就是我们说的变异 和分断生死 很苦啊 对吧 分断生死 苦 变异生死 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无名 这股风 吹动了我们的心水 心水里边的无名种子 起了现形 造成了生灭现象 如果风 无名风一停 这个生灭现象就不存在 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 水还在 那个时候水叫什么 法身 叫佛 叫真如 叫实相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 生活在生死界 那我就要问大家 生活在生死界 就相当于 这个 这湖水起了波浪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波浪的形成 或者我们生死界的形成 是不是必须 这有两种东西 掺和在一起才能造成 第一 如果水起波浪 必须得有水 得有湿 同时 它还得有洞 湿叫做不生灭 从来不灭 对不对 你洞也罢 你不动也罢 我湿性是不变的 叫不生不灭 但是不生不灭 跟生灭 是不是合和在一起 才形成了水的波浪 对不对 你没有 没有波浪 你怎么叫 你没有洞 你怎么形成波浪 那么洞就是生死 那么你没有 这个不生不死的水 你怎么能形成波浪 所以不生不灭的水 跟起起面面的 这个波合在一起 还是一心 圆融的 所以这个心 有真如性 也有生灭性 那么正是因为 它有真如性 我们才要修啊 它没有真如性 咱修什么 就在生死界 就这样动着呗 那么正是因为动 这个心有动性 我们才发现了 这颗心 我们发现 这颗心的时候 我们是处在 动的状态 但是动 没有一个不动的东西 它是动不起来的 那么我们通过 这个动 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动 它的基础 是个不动 那么我们的问题 就是要通过 这个动的现象 我们找到动 背后的本质 它不动 我们从而从动 走进不动 我们舍掉动 我们恢复 它不动的本性 这就是我们的修学 当这颗心动的时候 我们叫做不觉 或者叫做众生 当这个众生和不觉 但是它完全是因为 有一个不动的东西 才产生了 这个不觉和众生 所以我们碰到了不觉 碰到了众生 很恭喜你 你里边的核心 是一个不动的东西 问题是 你怎么能够 把这不觉 让它平息下来 把这个动 让它别动 它就恢复到 它原来的绝了 有觉才有不觉 不觉是依靠觉来的 就这意思 那么我们怎么发现水 我们通过洞来发现水 一看这动了 产生水的样子 我们让它水一不动 就还原到水了 所以我们这一颗心 有无漏的真如性 有漏的无明性 就像水有湿性 有动性一样 动性很麻烦 动性造成了生死 那么这个生死就两种 一种叫分段 一种叫变异 那么我们这颗心 有动性 它这一动 动得太厉害了 就起大风大浪 大波大浪 那么就出现人我了 三界就出来了 那什么是三界的阴呢 这颗心能产生三界 那我们就要问 什么是产生三界的阴 我把这个阴一灭掉 我不是三界就没了吗 界内的见思烦恼 是产生界内 是产生三界的原因 所以界内的见思烦恼 去除了三界就不存在 六道就没了 那么我们说叫见思烦恼 界外呢 没有成佛的三圣法界 叫做沉沙烦恼 沉沙是因 三圣界是果 界内见思是因 六道是果 所以界内的见思 一旦灭掉了 六道就不存在了 界外的这个沉沙祸 一灭掉了 生闻 圆觉 菩萨就不在了 所以沉沙是因 菩萨 圆觉 生闻是果 界内见思是因 六道是果 你看 所以因果归律 为什么佛讲因果 就是这样啊 哪来的六道啊 是因为有界内见思 哪来的三圣法界 是因为有界外沉沙 你看不是说三祸吗 无明祸 沉沙祸 见思祸 那见思祸一起 六道出现了 沉沙祸一起 三圣法界出现了 无明一起呢 十法界就来了 大家要注意 无明这一起 十法界可包括佛法界 所以能成佛 得感谢无明啊 你是通过无明 才发现无明背后的这个佛 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没有这无明风吹 你根本发现不了水 你发现了水 你就成佛 你没有无明 你根本发现不了 你有心 有了这个心 我就把无明一灭掉 无明灭了 是吧 无明可灭 但是无明背后的这个心 不能灭 所以无明一一起 十法界就起 这十法界当中 可包括佛法界 那大家说 那怎么佛是无明产生的呀 无明是烦恼啊 对不对 它产生九界 我能理解 佛也是无明产生 冰产生水 明白这意思吗 冰不好啊 不好 你只要把它化了 就是水 无明不好啊 是不是 无明只要一鸣了 就是佛 所以佛从哪儿来啊 从无明来 无明就相当于 洞上的水成了冰 佛就相当于 把这冰化成的水 你说这水 从哪儿来的吧 溢水 你无明的心 一鸣了 就变成真如心 你把无明心一扔了 真如心就找不到 你把冰一扔了 水到哪儿找去 是吧 都在灵下这个温度上 你把所有的冰都扔了 你哪有一个 灵下的水啊 没辣 灵下全是冰 所以就这个意思 无明只要一绝 当下这个无明就是佛 舍了无明 你也找不到佛 就大洞之石 舍兵 无水可密 你根本找不到水 所以 所以你看 佛哪来的 无明产生的 无明为什么 无明也是真如不变 随缘 全体真如 变成了你这颗无明心 那么你这颗无明心 随缘不变 就是一个真如心 你只要觉悟了 你这颗无明心 当体就是你 就成了佛 你这个只要一迷 这个佛 立刻就变成无明 异性 所以有真如 有生灭 我们讲到这儿的意思 就是说 讲到佛的随喜功德 经常提到灭度 生死 生灭 跟真如 这个关系 就是这层关系 那么 那么 出发心事 佛是这样做的 我们要随喜他的功德 随喜 那么 下面呢 除了佛的这些功德 我们要随喜之外 乃至 甚至 往下看 甚至 以至 你不能光随喜佛的功德 六道 六曲四生 这些重征 都有功德呀 你比他去举例子 生文 辟之佛 这是两个 一切菩萨三个 六曲四生 四个 六个 这是九法界 四生 四种 生命产生的形式 就是说 所谓 我们大家都知道 胎生 卵生 失生 什么叫失生 因失气而产生了生命现象 就是如蚊子呀蛇呀 都是失生 化生呢 为依托无所 它不是从一个地方产生的 忽然而生者 你像我们说 天人 就是化生 地狱也是化生 这个节出之人 这个节出之人 这个 这一节当中 人 刚开始的人 都是化生到这世界 无所生 依托无所而生 不是从一个固定 你能说出来的地方来的 叫化生 那么 这九界众生 六加三 这四种生的方式 的众生 你 种种 所有 诸善功德 我结 随顺欢喜 那么 这六曲 这九法界众生 三 三圣 六 六凡 他们有善功德 我们都要随行 那这个善 为什么说 从 你看我们注意看 为佛从出发心 他没说 所有诸善功德 他没加善 佛 到了佛国地 无功用道 他那个功德 不能用我们世间的善和不善来形容 他是第一意 第一意 就是一个意 没有善和不善 叫真谛 佛 是第一意地 就称之为功德就行了 在那个地方 你不能用我们世间的评判 说 哎呦 这个是 善功德 佛哪有不善的功德 佛哪有什么善功德 他就是一个德 一个功德 唯一 一性 什么性 原成实性 打造出来 那就和你现在 导了电 电哪有什么善和不善啊 对不对 电的作用有善和不善 电本身哪有善和不善啊 你说电 电死人了 那是他作用出问题了 对吧 你伸入到电里边 他哪有什么善和不善 就是一性 电性 那么佛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六曲四声 就有诸善功德 一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警觉 种种就是很多了 所有就是 你就别辣了 但凡有一点小功德都要随喜 大小都要随喜 千万不要忽视小善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善小而不赞 不要因为那个善心太小 你就不称赞 你就不随喜 不要那样 所以这几个告诫我们 第一种种 各种不同的 然后我原来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 说日本修房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日本都是木头房子 然后呢 在订装修的时候 一个钉的穿 把一个 把一个 把一个壁虎 给钉住了 然后这个日本的房子 十五年以后腐烂了 然后重新装修的时候 拆了这房子 突然发现 一颗钉子 钉在一个 壁虎的身上 穿透了它 钉在对面上 所以这壁虎 十五年就动不了 那么动不了之后 它怎么成活呢 一看打开还活着呢 哎呦 这日本人就觉得特奇怪 你怎么活 那十五年了 你动都动不了 就发现 一个母的壁虎 给它每天 送饭 嚼碎了给它 嗯 畜生 六曲啊 是六曲当中的畜生道 那这是不是善功德 你人可不一定做得到啊 所以英光拉斯在文朝里边 千万不要小视 其他道的众生 要说五轮八德不输人啊 不比你人差 你就说这个壁虎 这个十五年如一日 为这个公的壁虎 保持他的生命 那这个善功德 我们要不要 我结 随顺欢喜 根据你这个善行 你看 这个随顺呢 特别有味道 它不是说我认为这个善 你得去做 你有什么善 我随着你的善 我赞叹 我学习 明白 你别人人已经是女同志了 对吧 给妈妈当女儿 哎呀 你要是男孩就好了哈 能够出去做点生意 给妈妈买套房子 你说你 你这叫随喜人家吗 这就不叫随喜 随喜的意思 他已经是父亲了 那我就跟你讲父亲呢 在父要言辞 你是父亲啊 你要慈爱孩子 在子 如果你是儿子 你还有爸爸妈妈在 在子呢 我随着你子这种情况 要言孝 对父母要孝 在父呢 你是丈夫 你是男孩子 你娶了妻子 在父言义 你要仗义 如果妇女呢 你有了丈夫呢 在父言顺 你看 这就是随喜 佛从来没有说 你说你说不到做不到的事 我的意思 是吧 你比如说 我今天 已经开了餐馆了 是吧 哎呦 餐馆馆可不行 餐馆是吧 吃喝玩乐 那哪行 人家不真 随顺你开餐馆 咱开素食 对不对 洪阳素食佛法 素食法 餐馆里放点光盘 你说吧 餐馆里放个电视机 放点录像 老法师讲经 你看 随顺 你别开餐馆 跟我一块出家吧 这就不随顺 所以是随顺是功德 随顺的前提 没有自己 完全根据你的情况 所以 讲这个随顺呢 就是 多少随喜这功德 刚才我们举了 你看 畜生的壁虎 都有功德 所以才注意到 种种 就一点都不能落 大的小的 所有 只要是善的 这个善 是我们 俗地的善 真地的是佛 俗地的是我们 这个善 叫有漏善 有漏 什么叫有漏啊 还没有达到真地 有漏的善 是用有漏 文思修 所造成的 还是有为的 还是 有我的意思在里边 我们说 我们这颗心 有它的真如心 有它的生灭心 从生灭心里 所产生的善 叫做 有漏善 从真如心里边 产生的 叫做功德 你说我们有八十心 这八十心是生灭心 有 阿赖耶使 有莫娜使 有钱六使 那钱六使的 第六使 意识 意识它会思量 哎呀 我应该小姐爸爸妈妈 我应该呢 搞不失 我不应该小气 我应该助人为乐 对不对 我应该呢 帮助别人 这都是第六使的思想 第六使 本身就是 在阿赖耶使下 产生的第六使 它是用实心做出来的 实本身就是烦恼 本来不应该有第六使的 是吧 就是我们说波浪 它是在无明风的吹动下 产生的第六使 第六使经过 补度思量 我产生了善法 所以这个善法 是实心所产生的 它不是真心产生的 那佛呢 是没有这个八十了 转八十成了四智 在真心下 所产生的这个善 这叫功德 叫第一异地善 这时候所产生的善 叫俗地善 是实心所产生的善 那么像这种诸善功德 我皆随顺欢喜 就要求我们 不能说欢喜 要随顺欢喜 人家是什么样 顺之一之 叫随顺 顺着它 所以我们知道 你看 佛要求我们做的 这个不容易做到 没我的意思 你比如说 咱问同学 姓张 有姓张 那就随身姓张 我给你讲讲 那个张家这颗姓 可在古代历史上 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 你们张家 你看 这就随身欢喜 你就是老跟人姓张 说姓李的事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这意思 所以 这叫随身欢喜 在这里边呢 我们今天谈了几个概念 第一 叫初发心 一个人要想发心成佛 在修道的 在克服私烦恼的过程当中 要发三种心 一个叫做 信成就发心 第二 叫解形发心 第三 叫正发心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讲这三种发心 但是 这里边所说的 初发心是 实信位的菩萨 成就了 然后发心 进入到正定句 从不定句 进入到正定句 叫做初发心 初发心是集成正觉 那就是佛 所以他在这 冠以佛字 佛从初发心 一点不为过 就分正即佛 初一的月亮 初初 是月亮 看到实体月了 不是月的影子 不是隔罗 看见月 不是隔着罗网 罗沙来看 要月 见到实体月 那么 这初发心 而且呢 我们要注意 不能是光 随喜佛的功德 六道终生的功德 都要随喜 都要随喜 而且大小 都要随喜 种种 都要随喜 什么功德 只要是善的 都要随喜 我结 随顺欢喜 就这意思 那么 这个呢 我们今天 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 提到了 发心的概念 生死的概念 灭度的概念 苦行的概念 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 澄清一个概念 苦行不是我们凡夫 在凡夫地不能以法身 大事苦行作为 事则事效 对不对 英光大师说 我们可不能学这个 我们干嘛 但你看这多巧妙 你只要一心念佛 诸法 法法原备 你干嘛修苦行 身安不道 身不安 道不隆 对不对 我就一心念佛 我就有了 所以你看这句佛号 多伟大呀 什么苦行 什么善法 什么全在里边 全在里边 一心念佛 所以这个 英光大师说的 这段开始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很多同学 就是说 在修学佛法 在念佛过程当中 总是在念佛之外 还要增加一些什么 我念不念观音咒 那我是不是要做什么 这个什么法会 是不是要 是吧 要到参访 要到什么寺院去 是吧 要到什么 是吧 要到道场去 要到哪去 什么 开个什么法会 我要见什么师傅 我要到哪去 开光 不用 但得一心念佛 法法原备 这句开示 分量太重 为什么我在这里 提倡让大家要学习 英光大师 文超 这四个字 但得一心 法法原备 这 多简单啊 如果你真信得极 你真能信了老人家 你真能依从老人家 你还会去跑道场吗 你还会去拜鬼神吗 你还会去参加什么法会吗 但得一心 法法原备 一心怎么得到 除念佛得不到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其实往往干了最愚蠢的事情 最有效的就是老老实实念佛 一心念佛 最后什么都是圆满 置心一处 无事不办 就这一次 你把你的心拴在阿弥陀佛上 六十当中 二六十中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你看你是不是法法原备 你还用在心外求法吗 其实这个道理 这巴格斯要展开的时候 是非常深的 因为一心之外无法了 法法都是一心产生 你看起心的说 心生则法生 心灭则法灭 你什么善法恶法都是一心产生的 你只要得到一心 所有的法都是你的心产生的 干嘛要向到外边去求法呀 用不着了 我们随着慢慢的学习 我会给大家呢 逐步的谈谈 这个心和法的关系 所以你要掌握了这个 所有法的本质是你这颗心 心外无有别法 除一心之外 哪有二法可产生啊 你要明白这个 到外边求什么法 什么美金 什么官 什么富贵 什么贫贱 什么生死 这些法都是一心产生的 你掌握了这个窍门 对吧 你跟他们起什么哄啊 你为什么要在这法上打转转 不用啊 你只要得了一心 你来去自如 偶一达是说 但得一心 来去如意 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我可以垂行九戒 然后佛 从佛法界 我垂行下来 我可以游戏地狱 我可以到地狱里边去游戏 法法原本 你想我到地狱去行不行 没问题 对吧 我得了一心 我能不能去地狱 能去 去地狱干什么 苦而不苦 游戏地狱 度化众生 垂行九戒 九法界我都可以垂下来 你让我干什么吧 应以什么身得度 我就献什么身 应以什么法 我就说什么法 法法原被 这就是佛普世的境界 这么殊胜的果报 这么好的境界 我们今天就是念佛 就齐了 所以为什么说净土法文不可思议 道理就在此地 道理是 是我们偶一达说 得一心最好的方法 就是莫过于念佛 而且是摄心念佛 不能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 都不行 就是摄心念佛 所谓摄心念佛 就是大势智菩萨讲的 反文文字性 当以自己的耳朵 听自己的声音 反过来文自己的声音 反过来听自己的声音 反文文字性 这是大势智菩萨 念佛原同章 对我们说的念佛的康话 以反文文字性的方法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你看 就这么简单 你说这法文多不可思议 你说他小吧 就阿弥陀佛四个次 三岁孩子都会念 你说他是大吧 一心就在这种当中 所以 真的 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 能碰到念佛法文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的 守着这句佛号 按印光大师说的 毕生坚持 唯佛是念 一生坚持 除了念佛 什么都不干 毕生 毕就毕业 结束这一生 到结束这一生 唯佛是念 念什么呀 只要只是 只是念佛 唯佛是念 就这意思 所以 一心原辈 也淡得一心 法法原辈 大家记住这句棒 这句话 可以抄在我们的本上 可以抄在我们的书上 我们每天呢 就随着学习 这些你看 这些 这些珠基妙语 在 印光大师的文抄里边 只要你打开 开卷有益 全是这样 镇龙伐溃 提呼灌顶 这种警句 简单明了 根本就不复杂 你说你哪个字不认识吧 但得一心 法法原辈 辈就具备 圆满的具备 你说 对吧 你说你还要研究什么 深经奥论呢 你还要辩言 你还缺要什么 这个寺院 丛林呢 不用了 所以咱们说 唱佛之本怀 这个要讲起来 所以我真是非常欢喜 学习印光大师文抄 就情不自禁 就觉得 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 好好地看他的 老人家的这个开始 你会从中获得 无穷的力量 信心 老人家是这么说的 而且你看老人家 这些文抄 从来不是就虚而虚 完全是时时代代 红一大师的事 次学写经 对不对 那我怎么解决你这问题 那我不应该这样做 那我应该怎么做 在凡福地 只需老实念佛 对不对 但得一心 法法原辈 他不仅 他不仅跟你摇头说 你不应该干这事 我还 下面我还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这是文抄 最没有魅力的地方 我们现在这些 繁复在一起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大家在一块讨论 同学们在一块学 我们除了否定之外 或者我们就稀里糊涂 不知道对错 或者我们就说 你的不对 那什么是对呢 说不出来 这文朝确确实实实是 是我们的指南 是我们的座有名 是我们苦海的词航 我们会在生活当中 遇到种种的诱惑 种种的迷惑 种种的迷茫 他都能给我们进行解释 除非你不打开 你不屑 下面呢 我们就长话短说吧 就是这个随喜功德 我们就讲到这儿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六部分 就是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的第六 请传法轮 请传法轮 那么请传法轮当中 这个我们还是一块把它念一遍 六请传法轮 为十方岔土诸佛 成等正觉 我以身口异业 殷勤劝情 传妙法轮 普欲法语 自他瞻洽 顾云请传法轮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当中第六 叫请传法轮 那么我们一块学习 这段不长 但是涉及的概念挺多 第一呢 叫十方诸佛 十方岔土诸佛 岔土什么意思呢 岔是梵文 土是华文 岔土加在一起是 梵汉双举 梵汉坚毅 把梵文和华文 加在一起叫岔土 意思是一个 就是土田的意思 岔者一曰土田 梵汉双举云岔土 即国土之一 那什么叫国土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是叫 印光大师 沿袭报告 我们对每一个概念 尽量做到不疏忽 那么从岔土引出国土 我们还要继续查 什么叫国土 我们才从心里踏实 佛在这里边说的 这个岔土 指的到底是什么 不能似是而非 不能胡伦吞噪 所以我们要严读 我们觉得 我觉得 要想学习经典 这个态度很重要 不苟且 绝对不放过 一丝一毫的 这个 不明白的地方 似是而非的地方 那么 术语 一切有情之住处 所有有情的住的地方 称之为国土 那就明白了 有国土才有有情 有情才有有国土 没有一个国土 是没有有情的 有会土 有净土 会土等之区别 所以一谈到国土 原来我也不清楚这概念 我通过学习文章 我才知道 说到国土 不是说 是有有情的 才有国土 其实 展开了说 国土怎么来的 国土 我们说有阿雷耶什 阿雷耶什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吧 有阿雷耶什的 这个 一个 有阿雷耶什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有情 我们有情 都有阿雷耶什 其实 有情是假名 阿雷耶什才是真实的 但是你要说阿雷耶什 不好理解 不好掌握 所以 我们在阿雷耶什上面说 有情 那阿雷耶什呢 这个凡是实 我们前面讲过 就有四分 正子正分 自正分 见分 相分 阿雷耶什要不然没有 要有四分 同事具备 不可舍利 要不来都不来 要来这四分 前两分 自正分 正子分 称之为体 就是我上次说的 镜子背 镜子面 那么 见分呢 相当于光 能看 那相分呢 相当于 镜中的影子 那么 阿雷耶什的相分 三种 叫做性境界 这是真实的 三种 三种相分 一个就国土 叫气势界 一个就是根深 抹奔 再一个 一大堆种子 什么种子 就是我前面说的 水的动性 在种子状态 这里边包括 莫娜时 第七时 包括第六亿时 包括前五时 眼耳鼻舌身影 出在种子状态 不激发则已 一激发 就变成现性 所以阿雷耶什 自然就有国土 自然就有色身 根身 自然就有一大堆 心所有法的种子 自然就有心法的 心王的种子 你看 七时 七种时 在种子状态 七时叫心王 那么这个心王 会产生心理的作用 就是我们说的 贪嗔之脉 智慧 执着 那么都是心 王所产生的 心体所产生的 心理的作用 也在种子状态 都存在 阿雷耶什的种子里边 出在种子状态 那你说 国土是不是跟有 什么叫 有情之住处 这方便说 实际上有情的 阿雷耶什 咱们严格的说 有情就是阿雷耶什 阿雷耶什的 相分的一部分 称之为国土 所以当然是 国土跟有情分不开了 当然是 国土跟阿雷耶什分不开 对不对 国土是阿雷耶什的相分 阿雷耶什你又称之为有情 那么这个是不是 就是有情的国土啊 就是阿雷耶什的国土 所以一看到有情 我们就知道阿雷耶什 就完了 那么还有无情呢 无情实际上 都是阿雷耶什的相分 眼见色 耳闻声 对吧 这五十产生五种相分 这五种相分 没有五十能产生吗 那么五十不就是 阿雷耶什产生的吗 那不就是有情吗 所以有情 情与无情 同源种子 一个阿雷耶什 一个生灭心 所以在这 我们简单的叙述一下 所以大家说 有情跟无情 好像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无情是有情的相分 换句话说 无情是阿雷耶什 所产生的八十的相分 你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 好像无情跟我没关系 所以为什么 李济说 无不尽 所有你都要恭敬 你看到的这些 无情的东西 你认为不是 你认为跟你没关系 都是你老人家 这八十所产生的相分 只不过 有起现性和没起现性 没起现性 就藏在阿雷耶里 叫藏室 起了现性 就变成 就跟前七十联系在一起 莫娜一时 言而逼说深 你敢不恭敬 那都是你的实心产生的 没你这颗实心 怎么会有无情呢 没有你这颗实心 怎么会有相分呢 所以为什么要 印光大师老说 一个人一定要慎毒 特别在独处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你千万不要认为 没有其他友情看望 实际上 这些东西 都是你心变现的 它们都是你这颗心 所以情与无情 同源种子 都是一个阿雷耶 大家知道这个道理 都是藏食藏出来的种子 起了现性 就这意思 所以一切友情之住处 有慧土 净土等之区别 那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净和慧怎么产生的 都是我们的实的相分 那么我如果 那你就别埋怨了 你生活在净土 生活在慧土 都是由你来定 你这颗心净了 它产生的相分就净 你这颗心脏了 它产生的相分就脏 所以心境即国土境 就这道理 因为它是心的相分 心的相分 那么下边一个概念 为十方岔土诸佛 岔土我们解释了 那么这些佛 这些佛 成等正觉 他们成了等正觉 对不对 那么那不简单呀 对不对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要用身口意 来殷勤劝情 因为我用我的身 磕头啊 是吧 拜呀 是否齐请您老人家 长久住世 对不对 这是身吗 语呢 表达出来呀 说出来呀 意你得想啊 你得琢磨呀 身口意三页 全用来干嘛呢 殷勤劝情 殷勤这里边意思 就情义肯切 你别玩虚的 动真的 至诚至请 为功为敬 就是殷勤 劝情 劝情 成等正觉 那么我们这里边 碰到了一个诸佛 为十方岔土诸佛 成等正觉 什么叫等正觉 我们成天挂在嘴边 佛是叫等正觉 什么意思 成等正觉 术语 那么满菩萨之因形 而成等正觉也 菩萨因地的修行 满了 正果了 成为什么呢 成为等正觉 这变成三个字了 成等正觉 成了等正觉 那么等正觉 什么意思啊 我们继续往下查 等正觉 等正觉 繁语叫三秒三菩提 我们翻译成我们的华文 第三 如来有十个称号 这大家都知道 第三个叫做等正觉 绝 什么意思 就是知道的意思 绝即知也 他知道 他了解 绝知 便于一切 光知道不行啊 你知道局部不行 绝知便于一切 所以我们管佛这个知 叫便知 是便也 是吧 为什么说他叫便呢 正便知啊 他便于一切都知道 所以叫便 那么觉知呢 绝于理 他这个觉呢 是跟理相吻合的 所以称之为正 你看他解释了正 等正觉 觉就是知也 正呢 就是绝于理 叫正 叫正觉 那么 为便正觉知一切法也 是吧 那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先不看等啊 正觉的意思就是 便正觉知一切法也 为什么叫正呢 因为他跟理契合 为什么叫觉呢 因为他知 他有知的意思 为什么叫便呢 因为所有东西他就知道 所以说 我叫 为便正觉知一切法也 那么等字怎么解释啊 他说 又三世诸佛之觉知平等 没有差别 故曰等 等正觉 觉 觉知的意思 正 其余理 等 大家都一样 同时这个觉当中 还有一个现象 便知 就这意思 所以 就是说 如来 成等正觉 这可不得了 成等正觉 那么这么好的人 这么有本事的人 这么有智慧的人 我以身口一叶 殷勤劝劝 那么劝劝他干嘛呀 不是跟着我们这一起搞贪嗔之慢 不是跟着我们一起跟流浪生死 我们劝劝他干什么呢 目的 转妙法轮 就转妙法轮 那么 妙法轮 转妙法轮 转妙法轮 这个词 与转法轮同 说妙法也 那么 为什么叫妙呢 因为他说的法轮 转法轮就是讲法 这个法太妙 所以我们叫转妙法轮 那么 那么我们就看 既然说与转法轮同 我们再往下看 它中间多了个字 叫转妙法轮 实际上呢 妙不妙先放在一边 就是转法轮 转法轮什么意思呢 我们接着看 佛之教法 未知法轮 佛的教法 我们管它叫法轮 那么 说教法 未知 转法轮 那么 佛的教法叫做法轮 如果我们说这种教法 我们叫做转法轮 转是动词 法轮是教法 转法轮是说教法 演说这个教法 说教 说教法 未知转法轮 轮者 为什么要用轮呢 它上面解释了 轮者 转轮圣王之轮宝 转轮圣王有个轮宝 就是它交通工具 转轮圣王之轮宝 有回转与 碾催之二义 这个轮子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 回转 它动啊 它交通工具啊 第二一个 碾催之二义 它还能碾 碾催坏 它有这个作用 有这两个意思 那么回转四天下 你看哪都能去 干嘛呢 碾催诸怨敌 就是这个轮王 轮王 我看这意思也是凡夫 他还有敌人 那么他用这个东西呢 巡视四天下 碰到怨敌的时候 用这个轮王把它碾碎 就消灭的意思 那么 为什么管佛的教法 叫法轮呢 一 佛之教法 它解释了 为什么佛用法轮呢 你看佛 他管他的教法 叫法轮 是不是只转轮王 他听说以后 他就熟悉 我天天用法轮 我天天用轮包 你管你的法 也叫法轮 是不是轮王 接受起佛法 就很形象 很直接 哦 跟我的作用一样 那么佛之教法 佛他不坚持 自己的词汇 他不坚持 自己的用词 我就用你那个 轮王 对不对 我就用你的轮保 不就完了吗 转轮圣王之轮保 他肯定高兴啊 对吧 我是卖壁挂炉子 你说佛要到我这公司来讲法 老讲那个我不懂的概念 咱们就说 这佛法就像你们炉子一样 能够给人间带来温暖 你说我一听这个 哦 那是 我天天就干这个 所以我接受佛法 我就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平缓 一点障碍没有 你看佛特别横顺终生 你用什么概念 我就用你的概念来讲法 我们就在这里要学习 他老人家这种 没有自我的这种慈悲 那么佛之教法 亦回转一切众生界 就相当于四天下 佛的教法 一切众生界 大家注意啊 它不是一部分众生界 佛的教法 就是普遍适用于一切众生界 所以印光大师在文朝精华录当中说 佛乃是九法界 九法界公共之法 九法界都能学 无一人不堪修 无一人不能修 每个人都能修 每个人都能修成 要不然我逗你闷的 我到你这来给你讲这个 吊你胃口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典的这上面的概念 一切众生界 地狱众生能学吗 能 地藏王菩萨在那儿干嘛呢 不就干那个呢 天界呢 天界没问题 严福菩提呢 严福提呢 那不就是八想成道吗 一切众生界 应以什么身得度 极限什么身 佛之教法一回转 回转就遍布 一切众生界 所有众生都应该学佛 都能学佛 那么 催破诸烦恼 故辟之 曰法轮 那他也能碾碎 也能销毁 也能催灭 什么 他不是怨敌 他是烦恼 所以他用法轮 我巧妙 便一切处 用法轮 同时能够碾摧 你们 你那个轮王 是用他来碾 你碾摧 你的冤 冤亲债主 你的敌人 我又用来 比喻 我用这个来 碾摧众生的烦恼 转者 辟说教法 辟 转者什么意思 比喻 说教法 转自心之法 而依他之心 这句话很重要 把我佛所正的这个 叫心法 我正的这个实相 转移到你的心里边去 让你的心 也接受这种实相 你看 转自心之法 而依他之心 把你那个烦恼的心 移出来 把我的正确的心 移进去 恰如转车轮而已 这转法轮 那么法轮呢 我们再不妨呢 再说一下 比如说什么叫法轮 佛之说法 能摧破众生之恶 犹如轮王之轮宝 能免催山月 岩石 什么叫山月 又高又大的山 叫山月 的岩石 为之 故为之法轮 又佛之说法 不停止于一人一处 辗转传人 如车轮然 故辟为法轮 这也有这个意思 佛的教法 不对一个人 所有人 他都能教 从这个人 可以转到 到下一个人 所以辗转传人 如车轮然 故辟为法轮 故辟为法轮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这个 那么咱们再接着看 转法轮的概念清楚了 普玉 这个 这个语啊 在这里不念语 叫念四声玉 动词下的意思 那 转完法轮 这个 请转法轮 他就给一个比喻 转法轮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普遍的 下了法语 把法变成语 把法辟语成语 语呢 就是 普玉 这个玉 动词就相当于转 法语相当于 法轮 法语 自他 瞻恰 故称 自己和别人 瞻呢 就是普遍受贿的意思 瞻 瞻恰 这个两个字 加在一起 就是普遍受贿 所有人 都得到实惠 得到利益 顾约 请转法轮 那么我们 普遍菩萨 十大愿望当中的 第六 就是请转法轮 让 等正觉的佛菩萨 能留在我们这儿 这个 讲经说法 转法轮 转法轮呢 可以变一切众生 烦恼界 把烦恼摧坏 碾碎 消灭 就是 普遍菩萨 十大愿望的 第六 第六 这个呢 这个殷勤 恳请 那么你看 我们请人家 注释 请人家给我们转法轮 你看 态度很重要 殷勤 这就是情意恳切 就英光大师说 为成为肯 至成 至公至敬 就这个意思 那么 我们现在 佛 咱们 惊恐老法轮说 为什么 好像我们身边 没有佛呢 启迅呢 也说 既然佛有种种 善巧方便 又 法身又变一切处 随处都可以现身 为什么众生 不见佛身 不闻 不见佛的身 不见神通 不闻圣法呀 那你就来 不就完了吗 你既然变一切处 为什么你不到我这来呀 对吧 你让我看看 你的神通力量 我不就相信了吗 你在我旁边 讲讲法 我不就受教育了吗 对吧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 马明婆子说 因为众生 心里边有构 如镜有构 法身不现 就和镜子 有脏东西一样 所以法身现不出来 心若离构 法身则现 如果你离构了 你自然就看到佛身了 离构 那我们就要问 构是什么呀 我们心里有构 所以我们见不到佛 我们的构是什么构啊 我们今天在凡夫界 我们的构就是界内的见四烦恼 界内的见四烦恼 就是人我见 所产生的贪嗔痴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构 我们见到什么佛 我们就到了方便有余途 对不对 我们见到方便有余途 我们离开 我们在 我们在六道 我们在方便有余途 我们见到的是什么 化身佛 就见到了 因为我们 老法师说 不是佛不来 是众生不想学 众生不愿意学 我想学 你想学 殷勤吗 情意真切吗 真的吗 您 你真不真 佛菩萨知道 你自己可能觉得是真心 在佛菩萨那看 不真心 你不真心 你不殷勤劝情 他就不来 来了也没用 耽误您的时间 您的病啊 还没到那个该治的时候 您还得继续搞贪身吃卖 继续在声色场所 跟这六道轮回 等真有那一天 您成熟了 真恳心 真殷勤了 真恭敬了 真制成了 他自然就来 所以在这里 我们再特别提出来 我们再劝请佛 注视 我们希望受到佛的教诲 我们一定要殷勤 你看老法师说了 他当年刚出家的时候 没钱 而且那时候印刷业 并不那么发杂 他想得到一本论 得到一本经 非常非常难 但是他就发现 每次他想看什么经 求什么论的时候 总是最多最多 不超过半年 就来到他这 为什么老法师就能请来 为什么我们不行 差就差在殷勤这两个字上 我们也请了 对不对 我们请了 我们没有那么殷勤 所以 那个印光大师的文朝当中说 十余年前 与徐卫华说 这个 学习佛法最大的妙诀是什么 结成尽尽 妙妙妙妙 结成尽尽 妙妙 他的老人家实现灭度 实现灭度那天晚上 好像是跟了然德森法师说 净土法门别无其得 但至成念佛 你看他都加个成子 我们今天一定在这 向大家呼吁 包括我自己在内 要至成 不成什么都崩塌了 所以你看 祖师大德 包括我们印光大师 通篇强调的就是一个成 我们还在往后看 还专门有一部分 讲成 你看他说 念佛时候 如果不至成 这个妄 散乱心 欲射莫游 甭谈 要想涉足妄心 首先要诚恳 念佛的时候 泛泛然 悠悠然 拿佛不当回事 不恳切 不至成 你没有诚心 你比如说我们去买房子 是吧 见到开发商 这个户型不多 我就看到我有很多朋友去买房子 户型不多 户型不多的可能朝阳的 400平方米的大房子 格局不错 是不是 这一栋楼里头300户 300户可能像这样的户型 ABCBC户型可能就15栋 15套 哎呀 求我 我胡总麻烦你 保育定我让 我们先去售楼处说了 售楼处说都已经售完了 麻烦你给我们找找领导 找找开发商的老板 给我们留一套 哎呀 我夫人就喜欢看这个 哎呦 昨天晚上都没睡着觉 哎呀 这一天就给我念叨 我真烦死了 麻烦您啊 您一定帮我订一套房子 谢谢您了 该给多少钱 给多少钱 咱也不打折 二楼三楼都行 怎么着都可以 只要能拿一套就行 糊润 我请您吃饭 这个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您这事 我从来不求您 就这点事 您一定帮帮我 这就是殷勤 绝对殷勤 没有彼得在殷勤了 拿这种态度 请佛 拿这种态度 念佛 绝对能成 就是我们现在 不是没有殷勤啊 没把殷勤用在正确的地方 所以我有些时候 看到这些朋友 用这样一种殷勤 制成恭敬的态度 在跟我谈一些 他们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些事的时候 我就想起 印光大师说 那么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眼见色 耳闻声 我们看到了山河大地 我们看到了明暗色空 明啊就天亮了 暗呢就天黑了 色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物质 这些有形的物质 旁边不就空吗 明暗色空 魔旅邪见 云云众生 魔旅呢就是这个 你的伴侣啊 你的妻子啊 先生啊 孩子啊 都是魔旅 障碍你的 邪见 你到哪去都说 佛是没有的 不存在的 因果是没有的 是吧 这都是邪见 看到这个时候 一定就要 这个东西都在提醒我 这个世界可真的不能待 那么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当人 就是我本人啊 此处 要觉悟 要离开 眼睛 我们的身体 接触六尘境界 没有一尘 不是在向我们讲法 这个地方不能待 那么我们看到 这么多恳切的众生 没有恳切到地方上 全是恳切那些 那些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东西 我就 第一个 我想哎呀 我念佛的时候 有他这种恳切吗 如果我有 我一定跟佛相应 我不是说 没看到恳切啊 我看到人家 这么恳切 在干别的 干别的咱不学 这恳切态度 我得学到 哎呀 我怎么念佛的时候 我胡考虑念佛 怎么就没这个人 那么恳切呢 你看他多恳切啊 特别严肃 绷着个脸 瞪着个眼睛 特别 就那时候那个 全脑子没什么咋念 就这个房子 哎呀 我说当时我要念佛 这么恳切就行 这么 这么致诚 就肯定相应 我们念佛的时候 就有一搭 无一搭 反正就我一人 念到两个小时完事 交差了 打发了 不念吧 觉得心里不舒服 念吧 又不认真 但是干起别的 才挺支撑 而挺恳切 所以 这个 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 从 映光大师说 佛法别无奇特 从成静当中求 一分成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静 得十分利益 你说你这 一分成就 得一分利益 八个字 十分成静 得十分利益 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 你这一生能够核担 能够把它做到 那你说 你不就成佛了吗 像这样的开始 在文朝精华路 在文朝里边 比比皆是 信手担来 哪一句话 不知道能打动你的神经 你就开悟了 你就觉悟了 你的眼泪就下来了 你的感恩的心就有了 你看老和尚说什么呀 多简单 一分 要求佛法实义 当从恭敬中求 应当在恭敬 我们现在求佛法实义 在什么地方求 念多少遍佛号 见了什么师父 捐了多少钱 印了多少金 刻了多少头 是吧 在这当中求 当从 你看 要求得佛法 要求佛法实义 当从恭敬中求 你说 诸位同学 如果我们真能依教奉行 按照印光大师老人家说的这个去做 你说你多什么事 这句话 语无魔灵 没有魔灵两可 要求佛法实义 说有三种地方可以求 没有 从恭敬中求 一分恭敬 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 十分利益 求佛法实义 要从学问上求吗 要从字典上求吗 要从知识上求吗 要求道 要在道场中求吗 要去参加法会求吗 没有 恭敬中求 一分恭敬 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 十分利益 那这就是您的事了 你要想得到十分的利益 你就得拿出十分的诚心 那你今天得不到佛法的实际利益 佛法不灵 因果虚幻 很多人说 我学了 英华大师说 很多人为 说 佛法不灵 因果虚幻 我学了佛这么多年 我觉得没有什么益处 得不到什么实际效果 扇自己嘴巴吧 你能埋怨谁呀 恭敬心没有 只能自己呀 你敢说你学了那么多年的佛 你没有得到佛法的实际利益 谁你都甭埋怨 就埋怨你没这成敬心 你只要有一分成就 佛绝不堂捐 我就跟随你一分 让你得到一分的利益 你只要有十分成就 我一定跟随着你 给你十分的利益 今天我们学 普仙菩萨时代愿望 我们发现 佛完全随顺众生 你没成敬 我不打扰你 我成天在你面前 你得恭敬我呀 你得学我的教法呀 你得真诚啊 你得致诚恳切呀 这就不随顺了 你看 佛完全横顺众生 随喜 对吧 我们今天学的这个 随喜功德嘛 那你有成敬心 我绝对跟着你走 你没有成敬心 我绝对顺着你 没有成敬心 但是等待着你 佛不度无缘之人 缘分一来了 我一定随你这缘 给你教育 所以 殷勤劝劝 指我们劝劝 我们特别希望 佛在我们身边 我们特别希望 得到佛法的实际利益 我们希望有老师 来到我们这边 亲自教我们 有合适我们的经典 来引导我们 脱离枯海 那您就得殷勤 请不行 得殷勤的请 学不行 得真诚的学 一分成敬 成于内而敬于外 讲存心呢 敬表示礼仪 成于内而敬于外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说 佛不是不灵 不灵在我们这边 我们没有成敬心 所以念佛的时候 一定要成敬心 为什么 印光大师说得很清楚 佛法是干什么的 佛法是让你出生死 成佛的法 这么大的利益 你都拿不出成敬心 您都不认真 您都不当真 您都不恭敬 印光大师说 世间法要成就啊 诸位同修 尚且离不开成敬啊 更何况出世间成佛之大法 离开成敬可得乎 能够得到吗 是吧 你看我们在世间 你说咱们要办点事 你像我是做买卖的 是吧 跟客户谈 你没成敬行吗 你看我们提上敬业 对客户要有成敬心 是不是 客户是上帝 那就这吧 世间想干成一两件事 尚且离不开 成敬 那么成佛之大法 了生死之绝妙之法 你能不成 你能不成敬而得 能得到吗 这印光大师说 这不如痴人说梦吗 迷中被人 这迷法没法再迷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得不到佛法的实际利益 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利 我们修行没有成果 就一个问题 有第二个问题 印光大师说 一分成敬得一分力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能得一分力 没有 就是成敬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一个 检查身体的好方法 检查自己修学的好患 检查自己修学 到底为什么不得利 没别的 就是成敬心 有它就有利 没它就没利 所以这个问题 不用问别人 印光大师在说 此事不用从别里 别人嘴里讨说法 不要从别人嘴里讨说法 我为什么学习不得利 我为什么好像老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要从别人嘴里讨个说法 就这样 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对待文朝 认真地对待老和尚的文朝 所有这些文朝 全是这么实实在在的教育 全是这么一针教学 一针见血的开示 全都是这么样 让我们能够得到实际利益的这种指示 只要我们真学 只要我们学进去 只要我们真在生活当中做到 太殊胜了 你得看多少深经奥论 你才能露出这么点道理来 老人家六十年月经 你想六十年的积累 十年写出来 老人家何等人 他写出这东西来 那都是 那就一个废字都没有 用这个 用这个 原影法师这个序说 与无重建 就没有重复的 与无重建 这就绝了 洪毅大师说 三百年来一人也起突然灾 能白说的吗这话 洪毅大师何等人也 他能说 云光大师三百年来就这么一人 开玩笑 1940年人走 往上推 1840 1740 1640 到1940三百年 一个人 云光大师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不拿他当回事 我们今天不学习他的文章 那您不是放着珠宝布 不用吗 怀中揣宝 但是就是打不开 我们继继续玩下学 我们第六条 请佛注释 请传法文 讲完了 第七 请佛注释 请佛注释 我们还是在一块 先念一遍 七 请佛注释 为诸佛菩萨 声闻圆觉 诸善知识 将欲入灭 我惜劝请 久住于世 利要众生 顾云请佛注释 前面第六 请传法文 我的理解 是他活着的时候 他没准备灭度 那我们天天要因心劝请 佛怎么会灭度 佛不生不死 只要因心劝请就来 这讲的是什么呢 这讲的是什么 这讲的是我们心中的佛 理性的佛 这第七呢 真有一个化身佛 真有一个声闻和圆觉 真有具象的善知识 因为他要实现灭度 他已经有声了 就是我们六根能接触到 所以他才有灭 没有声怎么会有灭 所以他说将欲入灭 就说明他没灭之前 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前面第六 未必 你只要致诚恳切 殷勤劝请 他就来 感应道交 或我们看起心论 或变成友情 或变成法来到你这 有情无情来帮你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接触到这本书 你也不知道怎么 你碰到这个人 这都是你殷勤劝请来的 你把没有 给变成友 这是第六 请转法轮 没有人转法轮 我殷勤劝请 让他来给我讲 是从一个没有的状态 变成友 这是我的理解 第六 请转法轮 第七什么 已经存在了 已经在这了 像三千年前 三千年前 释迦摩尼佛 像我们今天 净空老法师 他已经在这了 已经在这 别让他灭度 别让他入灭 让他延续着 所以第六 是从无到有 第七 是有要时间长 第六 从无到有 要殷勤劝请 第七呢 你看 我惜劝请 久住于世 利药众生 故云请佛住世 我们在这看到 入灭 就说明他已经存在 只是没入灭而已 那我们就要 让入灭的时间 越往后拖越好 第六 是根本没有 我把他请来 换句话说 第六 是把客人 请到家来 第七 是劝着客人 别走 要没有的 请来 来了 别走 就这两句话 第六 就是没来的 我请来 第七 来了 别走 这是两大愿望 那么这里边 有几个基本的 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呢 我们先把这些概念 理清一下 第一个叫善知识 第一个叫善知识 劝请 先讲这个术语 劝请 等一下在这里边 有劝请 我们查大词典 转法轮 请佛住世 等也 劝请 劝请就是让佛讲法 请你住世 叫劝请 那么 劝请者 为什么要用劝请 这个字 因勤之 至义 因勤的 到了至义的成功 至就是头啊 南京至北京 到了北京到头了 至义 就是这个成义 已经到了头了 在此之上没有另外的成义了 成义到头了 因勤之 至义 因勤的至义 那么 将欲入灭 我惜劝请 久住于世 干嘛呢 利药众生 那么这又碰到一个词 叫利药 这个利呢 利药 就是利益与安乐也 后世之义 曰利 对后边人的 叫 的 好处 意就是利益 对后世人的利益 称之为利益 对现实人的利益 称之为要 利药 那 这个太伟大了 如果我们不查这个词汇 我们说利药众生 从嘴边划过 我们要查了这词 我们知道 这个利药 讲的这个意思 可不是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心里没意思 我们碰到利药 我们知道什么 反正就好处呗 利药众生呗 模模糊糊 不清不楚 不了然于心 了就是彻底的明了 在心里 没有 那你通过查字眼中 这利讲的是后世的利益 要呢 讲的是现实的利益 那我们请佛注视 是不是 既为后世的利益 考虑 又为现实的利益 考虑 如果佛不能给我们 带来现实的利益 只能带来后世的利益 那就不能用要这个字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透出一个意思来 佛 请佛注视 佛能给我们 带来两种利益 一种是后世的利益 生死 以后的事 再一个 你活着的利益 我也能够给你带来 这个地方不简单啊 你要不通过查字典 把这利益 两个字查出来 你不知道佛 能给我们带来两种利益 换句话说 你不清楚 所以佛 他为什么厉害 为什么我们要恭敬他 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现实的利益能得到 未来的利益也有 利益要众生 所以学佛 为什么 这个 尹光大师说 是莲池大师说的吧 学佛 念佛啊 念佛 是大福大德 大智大慧 大圣大贤的勾当 你说谁不想要福德 谁不想要智慧 谁不想成圣成贤 干嘛 学佛 为什么 你看 请佛注释 利益众生 哪个众生不想得到利益 那没别的 我们今天想利益 想得到利 想得到要 我们干嘛 我们今天求知识 求金钱 求官位 求这个 求关系 都求的不该求的 都请的不该请的 来到你身边 帮助你得到利益 得到了吗 都得不到 只有请佛注释 才能得到实实在的利益 利益 就是未来的利益 要就是今天的利益 所以 请佛注释 的目的 不是说 我叫你来干嘛 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利益 我们这些人 后边呢 还有点概念 第七条 今天没讲完 我们 下次再接着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